三星堆青铜人栗像刚刚出土时,很多人就觉得奇怪,原因在于其双手虚握,手中原本似乎应该拿着东西,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反而和断臂的维纳斯一样,引来无数种推测,这件青铜人栗像,通高2.62米,像高1.72米,衣着华丽,面容肃穆,似乎是古蜀国的乌群之掌。 值得注意之处在于,此丽人双臂前身,而且有着一双异常夸张且呈持卧状的大手。 仔细看就会发现,他的双手趋向胸前,一高一低,但两个拳孔却并非正对。 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其所握之物并不是数值的。 如此一来,很多学者推测青铜丽人双手持欲从,祭祀天神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 那么他到底所握何物? 很多专家将目光投向了同样神秘的《山海经》中,认为如果确定这个青铜丽人是巫师的话,那么他手中之物很可能拿的是一条龙蛇。 这正是《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操蛇之神》的真实写照。 不难看出,这些神人手中都操持着各种颜色的蛇,诸如青蛇、黄蛇以及赤蛇。 一,《山海经》伯父国,在聂尔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 二,《海外东经》,黑齿国,为人黑手,十道是蛇。 三,《大荒南经》,南海主中,有神人面,而两青蛇,见两赤蛇。 四,《海内经》,有黑人,虎手巫族,两手持蛇,方淡之。 至于为什么要操蛇,在古人看来,蛇是一种又爱又恨的生物,它拥有着神秘的力量。 众所周知,在野外颜色越是鲜艳的蛇,毒性越强,越具备危险性。 而这些巫师却能将其征服,并轻松御使,足以表明其身份及通神的威严与职能。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但还是经不起推敲。 如果青铜丽人手中持握的是蛇,那么为什么不将其锻造成青铜的? 这样不就能和青铜丽人形成一个完整的组合了吗? 而且如果是蛇,又为什么一定要摆出这样的手势,非要两手成固定的邪度吗? 如果不是玉丛,不是蛇,这件青铜丽人当时到底拿的是个啥? 当有专家将目光投向二号坑出土的大象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心中浮现。 这个青铜大丽人手中会不会拿的正是一段象牙? 不得不说,目前来看,这个观点是最具合理性。 首先,根据清理情况,当时二号坑的器物堆了三层,这第一层是满满的一层象牙。 注意看,考古小姐姐清理的上方就是大丽人的一只,好像还真有那么一小段在手里,但也可能只是位置上的巧合。 但这数以蹲计的象牙在当时正是最为珍贵之物,和祭司的巫师大丽人一起出现,很合理。 其次,就象牙和祭司活动的关系来看,也是说得通的。 国外学者认为这是举行萨满祭祀活动时,巫师手中用于祭祀的道具或者法器。 比如,斯特劳斯就提到象牙被萨满巫师用作灵魂捕捉器的作用。 而我国学者也提出,周里中有灌象尺而沉直的记载,认为象牙在巫术中经常拥有着驱邪的神秘魔力。 最后是持握方式的吻合程度,毕竟大丽人这两只手是环状握起的,并且还不在一条直线上,且具有一定的弧度。 这就是跟象牙的形状非常吻合了。 老实说,当三星堆堆民们祭祀或者开个什么庆典的时候,专职祭祀活动的大祭司,抱有几米长的大象牙也是挺气派的。 毕竟这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财富的象征,但是象牙之说也是种种推测中的一种,并不是所谓的盖棺定论。 众多网友在参观三星堆大丽人时,问讲解员最多的也是他手里拿的是啥?这样的灵魂质问。 其实很多人眼里,三星堆大丽人手里拿的是啥,已经并不重要了。 三星堆出土的通天神术是何物?专家修复了十年,堪称世界最大。 历史是人类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已有千年经验与教训。 每当考古工作者们发现新的文明遗址和历史遗迹的时候, 不仅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宝库,也是在一点一点地寻回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那些已经丢失的记忆, 试图还原我们的文化。 当三星堆遗址的不断发掘,当我们不断认识到三千多年前的京式文物, 不论目前有多少困惑与不解,这些遗址和文物的背后都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脉络。 说实话,这令我感到喜出望外。 中华文明的层次与丰富,古蜀鲜明的文化与先进超越了每一个人的认知与想象。 在今天的三星堆博物馆中,助力着这么一件高大的惊世骇俗的文物, 堪称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最有颜值的一件。 通天神术也叫铜神术,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通天神术共分三层,分别是底座、树和龙。 每层分延伸三根树枝,共有九只,每只朝不同方向变成弓形。 立有一只金乌神鸟,共九只,且整棵神树挂满了果实,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所有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 修复后高达395米,是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单件青铜文物。 由于顶端的部件已经缺失,无法完全呈现,但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 据悉,这件文物修复了十年完成,通天神术造型独特,工艺复杂精细,可谓举世无双。 但关于神术的内涵,学术界尚存不同看法,但将铜术界定为神术,已是共识。 在古史神话传说中,长都平原为天地之中,天地之中一级世界中心,表征这是一棵挺立于大地中心的神术。 有专家认为,通天神术的造型与《山海经》中记载的贱墓相关,是古蜀人沟通天地神的天梯。 关于对神术的崇拜,中国人自古有之,且都与神话紧密联系。 如吃油,智固为丰墓,夸腹气障为邓临。 论语八亿曾曰,下后世已松,因人已薄,周人已立。 直到今天,福建、贵州、安徽等地,均仍有对树的崇拜风俗。 有的地方还会在千年神术上细有红布条。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古蜀人根据《时日传说》创造的一件青铜器,是对太阳崇拜的真实写照。 在古代《时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飞翔于天的神鸟背负而行。 神术上的金乌鸟是太阳的写照,且神术三层九只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 符合福桑和若木的《尚有时日》这一特征。 专家大胆推测,通神神术共有十只神鸟,第十只乌金神鸟就在神术最顶端。 三千多年前,三星堆人认为,他们祭祀的场所就是世界中心。 将神圣的神木树立起来的时候,实现了人们对天地之间的沟通。 以祈求太阳适时出没,风调雨顺,五谷风登,人畜兴旺。 对树,对太阳,对自然的崇拜,古代先民早有丰富的祭祀仪式, 并给我们留了大量相关记载。 由此推测,三星堆的通天神术与长江一带的古老文物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而非彻底的分支或单独的文明体系。 当我第一眼见到这棵神树的时候,就对树上出现的三和九产生兴趣和思考。 前提是,神树上的神鸟就是九只,而非专家大胆猜测的十只。 在古代,三和九各具有象征意义,对于九很多人都知道一二, 它代表着尊贵,多与帝王有关,也代表数量之多。 且有,天为九天,地为九周,月行九道,日有九光之意。 而数字三更有通天之意。 据史料记载,古人认为天为一,地为二,天地相加乘三。 古人称宇宙中有三才,天,地,人,天上有三光,日,月,星。 三在道家文化中更有重要地位,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通天神树中的三根树枝共九只和九只神鸟的出现,肯定不是偶然排列。 为此,我十分深信三星堆文化是呈现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而非古埃及文明的来源或延续。 当我们透过三星堆这颗璀璨之星去追寻中华文明天空中那满天的星斗时, 三千年的一阵风吹过了这个古老的王国。 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 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